一进入雪碎 充满期待的心情 让准备来到宜兰的旅客 仿佛进入城市与乡村的时光隧道 北宜高速公路平原段下方 第一个美丽的城镇就是礁溪香 大家马上想到的就是热乎乎的温泉了 游客不远千里而来 为的就是一探台湾绝无仅有的屏蔽温泉 够冰够热 够冰够热 你们从哪边过来玩 台南 台南来到这里哦 感觉嘉西温泉怎么样 很浇西 很浇西 觉得这边的风景怎么样 很漂亮 下雨天嘉西正好玩 耶 江西的温泉还能有这样慵懒的景致 老一辈的江西人最喜欢来到温泉沟泡澡了 这里的温泉水就像是生命之泉 陪伴着江西也孕育着江西人 也孕育着江西人 江西人都像是青人 家已经是生命之泉沟上 江西人最喜欢的温泉沟 江西人都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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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武漢后就掉了 来到礁西还能有采金枣的体验 全国90%的金枣产在礁西 黄澄澄的果实结石累累的 吊在金枣树上 游客采金枣的兴致 让来到礁西的回忆 就像吞了这棵金枣一样 永生难忘 礁西的美不止在白天 进入冬季的礁西街头 会举办热闹的迎宾活动 闪亮的火树荧花 耀眼的七彩烟火 就像小朋友口中的棉花糖 让来到这里的游客 体会到的是甜滋滋的难忘旅程 静静的礁西也很美 从海拔400公尺的临美山上 观赏礁西的夜景 闪闪路灯 宛如串串珍珠一般 实在美极了 那个马路的那个灯串在一起 我觉得有点像女孩子的那个项链 那个珍珠项链 那实在每一颗这个灯 实际上都像珍珠一样 所以我们大师常常讲说 你把手张开 那整个珍珠都就到你的手上来了 实在是美极了 江西有多美 要您亲身体验才有感觉 江西有多好 要您静您在暖暖的温泉里才知道 江西在台湾之心宜兰 热情的等您到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